台中市有一所国小传出单亲妈妈 疑似呢小一的女儿她是她的班导师 不但呢为带餐具让女儿罚站 甚至还要求女儿在讲台前抄写联络簿 导致这名女儿相当怕老师不敢上学了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上午都学已经介入协调 但是还没有开始场面就相当紧绷 然后你要叫我多找录影 录影机 我请问你教室有录影机吗 没有 母亲带着女儿在校长室前对话提高分贝 几乎按耐不住情绪 家长执意就读小一的女儿没带餐具 被老师罚站 甚至要她罚跪抄写联络簿 吓得女儿不敢上学 小朋友描述老师知道教学时 甚至还说要砍断她的双手 但这些经由学校调查都说没这些事 只是误会 家长不满校方一直要她自己提证据 直指校方谈货老师还要求学生转学 你不让我面对学生啊 这个事情都是由你们自己去面对 那是对吗 你要认为说要请哪一个小朋友说明 那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小女孩紧抓着妈妈的手 已经将近一个月没上学 再回到校园 由都学介入协调调查 除了还原真相 也希望尽快解决 以免影响孩子的受教权 记者吴喜冰曾心中拍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